学妹们,你们是不是都这样问了 我这条应该背得很是时候 5000条的线线 这个是这周我的一个重点推荐款 加荣加厚的,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 如果是我们家裤子的老粉丝 这一季要mark一下哦 第一个呢,我们从裤型来说 冬天的时候穿的最显瘦的肯定是那种修身裤 但是修身裤穿的又没有裤腿裤那么舒服 怎么样去取舍穿的舒适宽松 又要穿的比较修身显瘦呢 这个裤型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个裤型呢,它不像常规的那种修身裤 大腿这个地方,在小腿这个地方 都有多了一两公分的一个余量 微微的那种萝卜裤的感觉 但是市面上的萝卜裤,姐妹们 我最讨厌的就是它的整个萝卜 做到了胯部的这个位置 整个的倒三角的感觉 看起来一点都不显高,也不显瘦 我的这个改良裤型,你们可以去参考我的信任查 这种裤型穿起来,姐妹们 臀这边非常有余量,而且不会掉垮 看起来整个重型还是往上移的 然后细节,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就在腰间的这个破风线 这个是立体的哦 十几片的立材,把它拼到了这个腰头的部分 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些穿搭的一些小秘诀 我觉得破线这个事情是最适合 一些想要写瘦的姐妹们去解决的 我的臀围是95啊 看不出来我的臀围是95 原因就是我特别特别会选裤子 再来就是它的高腰线 在冬天真的不要太舒服啊 暖和到炸 人生到第二点,说的就是它的面料 因为第一个从版型上写瘦还不够 在冬天我们要穿得很舒服 基本上里面都要加绒 加绒在市面上的工艺大部分都是复合 也就是一层面部再复合一层绒 把它压在一起 再怎么算它都是两侧 这是我们新开发的一个面料 它是叫灰绒纤维 这个抓绒是直接跟面料合为一体的 所以在面料的厚度上面它争取了一定的空间 但是它的保暖效果一点都不输那种两个合在一起的 简单来说就是更薄的厚度 一样的温暖 所以第一个从版型上写瘦 第二个从面料厚度上去写瘦 这种面料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它的弹力不会受影响 第二个呢它不会有那种厚裤子穿起来 一股一股一股囊的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这个面料 因为它是本身就附在上面的 所以在腰头的部分 两个面料折在一起去撑 所以这个腰头堪比一条护腰 你不要看它随便虽然没有绒面 但是它实际上是两层合在一起的 而且弹力还非常好 就是它穿在身上 哦怕冷 小肚子怕冷的 或者是背后怕冷的姐妹 这个面料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堪比单独买一件护腰的效果 特别暖和 第三个就是它的颜色了 它的颜色是一个灰色的 所以也不用担心它会掉色 因为做的不是纯黑 也不会加毛 剩下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些穿搭 选了一件羽绒服 这条铺子非常厚 所以上面的温度肯定要一致 洗水跟它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的话我刚好去陪这种 拼接的羽绒服来穿 这套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又温暖 然后又轻便 全身上下的重量几乎是没有的 可以戴一个帽子 它有分层有设计 所以这个羽绒服看起来就一点都不臉肿 就偏接了一个小心机 等到看起来又有穿搭感 这又像是穿睡衣装的叫舒适度 还要打风呢 这种皮加绒 我觉得效果是最好的 然后像这种衣服非常好搭 丝巾一擦就可以了 很适合带娃的我很 然后这一件是我的一个蝶穿神器 不要看它平平无奇 超级好用 有一件衣服呢 可能你在冬天的时候觉得还挺想穿的 就是你觉得这件衣服最搭你今天的衣服 无奈可能因为这件厚度不够 或者是说穿起来没有那么温暖 然后就没有办法去搭配 在冬天特别冷的时候 就是有什么温暖穿什么 导致就大家乱搭 比如像这件 我是一个秋天的不加乳的一个卫衣 把这件拉乳的帽衫套在里面 它就会出来一个很漂亮的叠穿感 连是双手拉脸 还可以做一点点小造型在里面 就这样 特别温暖 超级不得舒服 冬天啊 我希望我给大家带来的穿搭是 既轻便又温暖还好看 很想让大家体验一下 这份在冬天的这种轻盈感 还有就是大一种是显置的姐妹 也是一样的 一个这种短款的小帽衫 线衫 插肩的 超级显瘦 里面的话就是露一个白边出来 会更好看一些 像这种风格 我觉得是时穿 红色系的一个穿搭 拉下马甲应该也还不错 好了 总的来说就是超好穿 而且准备了五线条 好吧 手速不够的 你们也一定拍得到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